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五十来岁五大三粗的汉子 心心的摔门而出 妈 你简直是死脑筋 去养老院多好 有老头老太太陪你落课 没准还能给我找个后爸 头发花白的崔大妈哭着骂 滚 你爸尸骨未寒 你就打我房子的主意 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皮笑肉不笑的说 婆婆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催大妈又气又难过 碰得一下关上了房门 女人的三脚眼转了转 捅捅汉子的后腰 第一 老太太住的房子嘛 别催得太急 老太太疼孙子 让咱儿子哄过来 到时候 租出去 每月拿租金 汉子对媳妇呲哑一笑 还是你的主意多 只不过 高飞跟他爷爷奶奶亲 听不听咱们的 女人不以为然地说 谁还能跟房子合钱有仇 高飞研究生毕业后 不也得买房娶媳妇啊 男人连连点头 给媳妇竖了个大拇指 女人接着说 第二 咱房子的房产证还是老太太的名字 趁她脑子清楚 赶紧过户到你我的名下 男人不满地咕弄一声 真不知道老爷子当初咋想的 给我们买的房子 还写老太太的名 女人冷笑一声说 还能咋想的 老爷子对老太太好着呢 怕她蹬腿之后 你我不孝顺呗 拿房子砍着咱的脖子 老头虽然不在了 余威尚在 男人不由地缩了缩脖子 臀部隐隐作痛 他被老爹揍怕了 女人伸出三个手指 第三 你拐弯抹角问问 老爷子给老太太留了多少钱 钱不攥到自己手里 永远不是自己的 俩人满是算计 说话声音越来越小 走得越来越远 再说崔大妈 关上了房道门 扑在床上 失声痛哭 她怎么救养了这样一个讨债鬼儿子 哭了半晌后 崔大妈爬起来 抱住老伴的相片 又哽咽起来 她性格懦弱 意识没有主见 她是疼 老伴就是她的参天大树 现在 树倒了 她这个疼怎么办 连儿子儿媳都来逼她 随她住进养老院 说附近的养老院最多才花一千七百元 他们看上了自己的房子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崔大妈心里忽悠一下 不会是那个逆子 恨不得替闺蜜把不孝子揪过来 痛作一顿 张大妈拍着桌子说 凤琴 你不能让儿子儿媳骑在脖子上拉屎 你生活能够自理 干嘛要去养老院 据说 附近的养老院服务不是太好 有的护工态度可差了 崔大妈抹着眼泪说 如果我的儿子儿媳来墙的 怎么办 他们想把房子租出去 收租金 这是学区房 每个月能挣两千五百块钱呢 张大妈恨铁不成钢 凤琴 你是她亲妈 你死活不去养老院 她能把你怎么样 你不能一味悲伤 你得振作起来 你还有孙子呢 提起来大孙子 面如死灰的崔大妈脸上有了些生机 孙子就是她的骄傲 在211大学保研成功 正在上研一 孙子比儿子懂事多了 孙子是他们老两口养大的 她真的想孙子了 张大妈安慰了她半天才走 答应时常过来陪她说话 还要拉着她下去了弯儿 省得她总是胡思乱想 崔大妈陷入了回忆 儿子怎么变成了这样 事情怎么到了这一步 想当初她和老伴双双下岗 每天忙着找工作 后来又开了一个小吃店 实在顾不上儿子 儿子就放在了农村老家 没想到被公公婆婆惯坏了 闻不成 武不救 真的是后悔默契呀 等他们把儿子从农村老家接回来 儿子不跟他们亲 成绩还一塌糊涂 而且是个混不裂 满不讲理 儿子只读了两年初中 老抱的鸡毛胆子打折了两个儿 儿子死活不去上学了 可是儿子瞧不上自己家的凉皮小店 嫌弃门脸太小 挣钱太少 过于辛苦 她和老伴每天清晨四点 就起床 开始准备一天的食材 面瓶 面筋 黄瓜 四耳 喂鸡鲜 香醋 麻酱 香油 熟花生碎 甜不辣 米线等 早晨 还会卖一些早餐 比如说 胡辣汤 小油条 豆腐呢 中午 晚上 主要卖凉皮和米线 他们两口子为人实在 小店干净整洁 所以 来吃饭的人 络绎不绝 一年下来 怎么也能挣十几万 可是 儿子好高无远 他和几个狐朋狗友 一起在街上混 要做大买卖 儿子不敢直接向老伴要钱 天天对他软磨硬泡 他耳根自软 背着老伴 给了儿子十几万 结果 儿子倒头什么木材 什么都不懂 十几万块钱赔个金光 他觉得瞒不住老伴 只好告诉了他 老伴不忍心责备他 拎着鸡毛胆子 追了儿子两条街 这都是他俩的血汗钱啊 老伴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保管 让儿子一口气 就把十几万赔光了 可是 儿子既吃不计打 闹着要开什么卡拉OK厅 装修 购买设备 还要雇员工 投资几十万 这一次 儿子向他借钱 他不敢瞒着老伴了 老伴觉得不靠谱 拒绝了 儿子不死心 天天过来缠着他 好话说了一箩筐 软硬兼施 给他画大饼 儿子说 挣了大钱 就好好孝敬他们 还是他心肠软 替儿子当睡客 老伴没办法 无奈地说 就当是儿子的学费吧 儿子步入社会的学费 实在太贵了 这次亏了几十万 儿子竟然贷款了 为了给儿子还账 他们劳两口几年的心血 都搭了进去 老伴从那会儿 身体就不太好 都是被这个儿子气的 儿子丝毫不知悔改 只推说自己的运气不好 只不过 当时 他们再也没有钱 让儿子折腾了 儿子才老实了一些 去一家超市打工 在此之前 老伴眼光比较好 在房价比较低的时候 提前买了房子 123平 32厅 后来 一家重点中学搬到了附近 房子成了学区房 身价倍增 男大当婚 女大当家 儿子再不好 也是他们的独生子 所以 才这么有恃无恐 儿子后面 还有一个弟弟 只不过 腰折了 他心疼地死去回来 后来 他们再也没有孩子 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儿子老大不小了 他有点着急 四处托人给儿子说对象 儿子领回来一个 灵灵灵灵的姑娘 这姑娘瓜子而烈 牵下巴 两片薄嘴唇 特别会说话 两只眼珠 鸡里咕噜乱转 这姑娘打量了家里的陈设 脸上有了笑意 一口一个书 一口一个一喊的那叫亲热 姑娘走后 她感觉非常满意 老伴却从鼻子里发出哼地一声 这丫头不好惹 以后 你可不是对手 老伴更倾向于找一个老实芭蕉的儿媳 可是 儿子这个德性 能有媳妇就不错了 老伴也只能认了 果不其然 女方要彩礼六万六千元 当时 平均彩礼只有六千元 真的是狮子大开口啊 老伴跟女方讨价还价 最后打了个对折 给了三万六千元 儿媳还要求他们买房子 儿媳不想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当时 他们手头的钱已经不够了 只能贷款 帮儿子买了一百零三平的房子 儿媳很不满意 一是嫌弃房子小 二是嫌房产证写了婆婆的名 要求房产证写上儿子和儿媳的名字 老伴特别酱 就是不同意 老伴说 爱住不住 有本事 你们自己买房子 儿子儿媳都没有那个本事 儿媳只是在一家饭店帮人家收款 每个月的工资没有多少钱 他明白老伴的意思 担心房子写成儿子的名字 儿子不靠谱 儿子万一在瞎折腾 抵押房子 将来连个窝都没有 老伴也知道他性自软 两处房子都写上他的名 让他腰杆硬一点 对儿子有一点约束 将来让儿子孝敬他 老伴担心他俩的养老问题 提前买了养老保险 现在崔大妈的退休金已经涨到三千二百元 老伴和他干了大半辈子 也存了一百二十万 有房子 有退休金 有存款 养老没问题 只是 有这样一个混账儿子 怎么办 想到这里 崔大妈眼泪婆娑 老头子对自己太好了 老头子怎么就得了绝症了 说走就走了 崔大妈哭 老头子 你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真想跟你一起走 当年 他就是个黄毛丫头 面黄肌瘦 胆小怯懦 刚进了化肥厂 总被人欺负 同一组的林雪梅 仗着自己是厂长的外甥女 总让他多干活 这个林雪梅闯了祸 产品出现质量问题 还赖在他头上 每次 老伴都像盖世英雄一样 挡在他前面 救他于水火之中 老伴不算特别帅 但是高达威猛 一身正气 天长日久 他俩谈起了恋爱 成了一家人 老伴呵护了他一辈子 想到这里 越甜蜜就越难过 崔大妈的眼泪就没干过 两眼红肿着 接下来的几天 儿子天天过来闹 除了催他去养老院 甚至还拐弯抹角地问 老伴给他留了多少钱 崔大妈气得甘疼 干脆不给儿子开门 从里面反锁了 儿子扬言说 妈 你别想不开 你只有我一个儿子 房子和存款不给我 给谁 我有钥匙 我还会砸门 崔大妈六神无主 老伴走了 谁还给他撑腰啊 恰巧 孙子五一放假 孙子马不停蹄 回来看他了 孙子一进门 就开心地喊 奶奶 我回来了 孙子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 照到了崔老太心里 他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飞飞回来了 奶奶给你做藕炖排骨汤 崔老太看着孙子狼吞虎咽的样子 眼光特别慈爱 孙子边吃边说 奶奶你做的饭真好吃 学校食堂的饭难吃死了 崔老太柔柔地笑道 以后 你常回家 奶奶给你做 吃完饭 他塞给孙子一张卡 这里面有三万块钱 是爷爷给你读研究生用的 孙子一直推让 奶奶你自己留着花吧 我向我爸妈要钱 如果他们不给我钱 我就勤工俭学 提到儿子 崔大妈又哭了起来 向孙子告儿子的状 你爸妈逼我去养老院 他们想把我的房子租出去 还想把房产证改成他们的名 孙子一听 两眼冒火 两只手紧紧攥着 他平静地对崔大妈说 奶奶 您别担心 这些说交给我 高飞回到自己家 爸妈一通花言巧语 忠心思想就是让他当睡客 把奶奶的房子和存款哄过来 高飞假意答应 想把妈要生活费 他妈妈干笑着说 儿子 你不是不知道 我和你爸的工资都特别低 每个人只挣两千多块钱 高飞翻着白眼说 像你们那样 三天打鱼 两天善网 怎么能挣到钱 再说 稍微挣到点钱 妈 你不都是给了舅舅吗 高飞妈说 你舅舅家来困难 每个月还要换房贷 我不帮忙 谁帮忙 高飞气愤地说 我舅舅游手游脚 干嘛自己不挣钱 你们总是从我爷爷奶奶那拿了钱 再贴不给舅舅 高飞妈气得蹦高 臭小子 谁是你的亲妈 总是向着老头老太太说话 高飞爸也在旁边帮腔 让你奶奶去养老院住 是为了他好 他一个人多孤单寂寞呀 到养老院 有很多老头老太太说话 高飞不吭声了 奶奶一个人的确很孤单 还总受到爸妈的骚扰 怎么办呢 他得想一个万全之策 高飞跟崔大妈商量了很久很久 专门向学校请了假 五一过后 做了一系列事情 他在自己的大学附近 租了一处整洁漂亮的小院子 把崔大妈接了过去 把原来的房子租出去了 这样的话 方便他照顾奶奶 奶奶可以和自己朝夕相处 也离开原来的老房子 换换环境 不总是那么悲伤了 果然 崔大妈一看到这个小院儿 就喜欢上了 她也是农民出身 喜欢种菜 养鸡养鸭 又能每天看到心爱的大孙子 崔大妈脸色红润起来了 身体也硬朗起来了 笑容越来越多 再说崔大妈的儿子儿媳 再去老太太家闹腾 发现竟然换了人 有一家三口 住了进去 高飞妈一问 才知道 婆婆把房子租了出去 气得她原地转圈 就自己那个没主见的婆婆 不可能想出这个主意 肯定又是高飞干的 租房子的一家三口 是来市里做买卖的 男人高高大大 满脸胸像 一看就不好惹 高飞爸是个熊包 欺软怕硬 一生不敢行 再说 也没办法碾租客走 人家有正式的租房合同 高飞妈气得胸脯一起一扶 给儿子打起了电话 臭小子 是不是你干的 把你奶奶的房子租出去了 电话里传出高飞冷静的声音 爸妈 你们就别痴心妄想了 那个房子是奶奶的 谁也夺不走 如果你们孝顺奶奶 还有可能继承房产 高飞爸夺过手机 吼道 你把你奶奶弄到哪去了 高飞乐了 爸 我再替你尽孝 奶奶跟着我住 你以后不要再气奶奶了 对了 我通知你们一声 我把咱家的房子过户到我名下了 高飞爸妈同时跳起来 就像是被踩着尾巴的猫 什么 房子是我们的 你怎么能改成你的名字 高飞就想 你们住的房子明明是爷爷奶奶买的 我手上有合同 你们再惹奶奶生气 我就把房子收回 还有 你们再逼奶奶去养老院 将来 我也把第一时间 把你们送到养老院 高飞爸妈顿时想泄了气的皮球 高飞和奶奶幸福地生活在这个小院子里 崔老太太每天晒晒太阳 种了几期青菜 养了几只小鸡小鸭 她很快跟左邻右舍的老太太熟悉了 有时候 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后来 奶奶出六十万 买下了这个小院子 院子在郊区 不算太贵 高飞说了 将来 无论她娶其生子 无论她去哪里 都要带着奶奶 崔大妈闪着泪花 开心地笑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